網絡新聞網站 我們來看 很感謝彰化醫師團團 張藝萌 裡面有一位楊澤民音博士 他們是領先環保署 提早就把這些年PIR2.5的數字都算出來 當然最嚴重的地方 用紅色來看 我這個最嚴重的地方是把年平均值在40為克以上的把它抓出來 為什麼我用40 假設我們的環保署早期他一直講說會叫我們打折 那我們就算是把40打個8折 4832也是超過多少 超過剛剛講的年平均值15的兩倍以上 所以我想我講這樣子嚴重環保署應該不會講什麼 你看嘉義然後我們高雄的八個站 通通都這麼的嚴重 不是不及格喔 是超標的兩倍以上 這很嚴重 那這一張就是我們今天在講的細懸符合理 那我特別把這一張拿出來 是這一張我其實好幾次拿到立法院去跟立法委員講 我們現在的環保署公平監測網裡面沒有真的反應事實 為什麼 看到這一張這個是剛剛講的 不及格應該是用紅燈給我們看 塞紅燈怎麼都淋嘛 最簡單的 那你用黃燈給大家看就覺得什麼 好像還好 對不對 不良 不良應該是紅燈 結果給我們普通 普通是什麼 大家就普通 結果普通 你又跟我說注意特報 今天不太好 精神是要怎樣 錯亂嗎 你看不懂啊 大部分的民眾沒有像我們一天到晚去搞清楚這個 他怎麼會知道這樣到底好還是不好呢 你仔細看這個地方是黃燈 但是實際上是什麼 他跟你說細懸浮威力度過高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十大建設 196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 整個台灣開始瘋狂的蓋發電廠 鋼鐵廠 鋼鐵廠 然後石化廠 這三種行業其實帶來高雄 整個台灣非常嚴重的一個污染來源 鋼鐵業懸浮威力的量非常非常的大 電力業呢 流氧化物、氮氧化物的量都非常的大 而流氧化物、氮氧化物都會變成 現在要講PM2.5 它都是前驅物 石化液呢 它本身當然也有剛剛講的 懸浮威力 有氮氧化物有流氧化物 但它也非常嚴重就是 會發現有機會 讓大家可能會致癌的這些東西 我們來看看 PM2.5 每上升時攤位的時候 會有什麼影響 它在全死因 會慢慢的增加 PM2.5上升以後 全死因 就是不管什麼原因 就是死亡原因 都會增加4% 那在心血管疾病方面的話 會增加6% 在肺癌方面的話 會增加6% 那這是全部其他的 就是1% 所以這個其實不重要 最主要增加的就是 心血管疾病 跟肺癌 這兩個問題 那這裡有很重要的地方 它是沒有預植的 什麼叫沒有預植呢 剛剛你們有提到 我們現在 國家標準是定到 年平均是要在15 每個 每地方公司以下 可以 可是可以從這裡看出來 15以下 它其實還是現行關係 也就是說 它其實是越低越好 所以現在標準最嚴格的是WHO WHO其實定在15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環保府討論說 要定標準 定到多少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希望它定到15 因為歐盟現在已經在討論 是不是他們現在的標準 要往下修 修到15 那目前台灣還是定在15 不過那是 希望到15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我們現在離事務的標準還很遠 所以這是最重要的一天 那之後其實有很多非常非常多的類似的 而且非常大規模的長期的研究 來看類似的問題 都得到了類似的結果 好 這些研究 甚至人數到達1320萬人 跟Fyldent就差不多了 時間長達18年 所以它的研究所謂的證據等度 是非常高的 當然看的東西其實在前一天是很類似的 包括全死因 心血管疾病死因和肺癌的死因 所以最重要的PM2.0造成的 長期以來的危害死亡 就是從心血管疾病 包括心臟病 腦中風 心肌疾散 肺癌 也就是肺腺癌 死亡率都會增加 那這個已經太多研究 已經證實這件事情了 應該是沒有什麼 非反過的地方 所以在去年的時候 有一個WHO的組織叫做 國際癌症研究集中 IAR-7 它已經把PM2.5認定為一級致癌物質 現在是所有的造成肺癌 肺腺癌的環境的因子裡面最重要的一個危險因子 就是PM2.5 這是在去年 去年裡的時候 一個確定的事情 他們發現說其實從懷孕開始 就會影響胎了 它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它會造成這些胎了 出生以後 在三歲到五歲之內 它得到抑惠性體質的機會會增加 會有不明性肥炎 或者氣喘會變嚴重 發作率會上升 甚至會容易早產 會容易出生體重過輕等等 雖然體重過輕 所以在小孩子跟孕婦來講 是所謂的PM2.5污染的異受難複群 佳醫師之前有進行PM2.5分析的報告 其實都可以顯示出來說 我們佳醫師其實受到我們所謂的境外污染 當然境外不一定是指台灣河島之外 可能受到我們北部縣市 或南部縣市的影響 這樣子的比例其實大概是大約30 所以其實佳醫師在我們 氣泉活力2.4野生污染物所受到的影響 其實非常大 那如果說以我們當地會產生的污染物 比如說像燃燒的過程 會都是P2.5的貢獻 譬如說像現在是70-70期間 我們就有在宣長說 不要燃燒之前 我們統一由防爆主來處理 或者是採用平米代金或移工代金 這樣子的方法 或者是我們今年度就有在 福利泰化農舊的機車 改用低污染的車輛 這個的話就是 貢獻在我們自己本地的污染物 可以採取的一些相關的措施 如果說 黃寶群那邊他發布了 那個P&D不得已的預警職的時候 我們會通知我們家的醫院裡面的 這些慢性病的管理 然後就是提醒他們這些病人的話 你都就是說盡量檢查外出 然後呢 那個能夠關輪窗 那如果真的很不得已 必須就是要外出 顧到那樣子的一個高無量環境的時候 那我們至少就是戴一些 戴那個就是有支部以上的一個口罩 來保護我們的呼吸道 那個部分 那如果說真的到了一個很嚴重惡化的狀態 他們在控制我們的時候 我們有五家的急救責任醫院 那我們也就是會啟動我們的一個 急病變中心 然後讓我們五家醫院就是 整個這樣子的一個變換的話 進行一個那個就是應變措施的一個提示 來做一個注意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衛生局跟醫院之間的這些連結 跟環保局這些連結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還是商品不錯